说起苏友鹏,大家首先想到的,就是小虎队中的乖乖普勒,或者就是环珠泽泽州,那个呆忙仗义的武大哥。 而现如今的苏友鹏,却是一个制片人和导演,从电视剧慢慢走向大屏幕,作为一个出道这么久的大前辈,最近却因为一张照片而陷入了整容的风波,而这张照片正是苏友鹏在综艺,创造年2019中担任导师的定装照,只不过网友们看到这张照片以后,却是大惊失色。 立马就发到了个大评论区,而网友也在疯狂的讨论苏友鹏整容了,这个样子也跟以前差太多了吧。 其实从上面两张照片对比来看,也是很明显的看出苏友鹏的五官比起以前变得更加尖锐了,特别是鼻子的线条,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也是难怪大家会猜测苏友鹏这整容了。 但是同时又让人产生疑问,就是苏友鹏都有如此的地位了,而且说实在的看以前的样子,也是非常的帅气,怎么会,想不开去整容呢? 不过对此大家也都不过是猜测而已,也有可能是因为拼图害过了的原因吧。 而对于苏友鹏的这张整容照,不仅国内引起了热议,而且还传到了隔壁韩国的网友那边,并且苏友鹏的这张照片,还迅速成为了韩网上的整容版面教材,被很多的医师转发到了自己的岸上。 而韩国网友也是对此展开了议论,纷纷评价,一看就知道,他已经有五十岁了,整容干嘛?有什么意义?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析一下,看看那个到底动了哪些地方,前提是没有PS的话。 首先先看下眉毛,从眉头到眉尾的精致,为了彰显无关的精致以及底力。 一个眉毛是低不可守的,眉毛肯定是做了的。 其次从苏友鹏的目前的皮肤状态来看,应该是打了水光针。 皮肤状态以及毛孔、光泽度、细腻程度都是非常好的。 普通一句,打水光针在影视界,已经算是公开的秘密来保,是自己年轻状态。 还有细心的朋友。